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什么东西 星哥 星哥摇滚去一直有 不要高音的状况 哇 怎么办 歌就是这样啊 其实我们每次 每次要像外套这首歌 其实我每次要唱这首歌 我压力很大 因为我每次在某一个地方 我就是那个声音就会 就会很累 就很怕会发生事情 不是发生事情 就是会有唱不好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唱外套 我就会很有压力 不是只有这首歌 也有别首 我觉得这首一个印象很深刻 所以星哥也是这样 我也蛮有压力的 因为这首歌 要状况很好的话 才会唱得比较完美一点 真的蛮高的啦 而且这个歌又比较快一点 所以有时候唱的时候 歌词有时候跟不上这样 那又高然后又速度又快 所以会不好唱 唱现场 我们会尽力啦 我们会尽力 到时候那个 上次首歌的时候 音乐大一点 对 麦克风小一点 而且这个歌如果降Key的话 会听得出来很低 你就会觉得 不够摇滚 就一定要这个Key 然后你唱上去 才有那个 嘶吼的声音 如果很低 上次摇滚音乐的 不能说缺点 他的一个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你唱得很低就 就 power就出不来 你唱高一点 就很难唱 但是问题就是 摇滚音乐就是这样 不是一般的情歌这样 那个音阶都是很平顺这样 还是要有高的地方 高低起伏要很明显 好 OK 等一下我再问一题就是 因为2月15号就是生日嘛 那生日那天会放寿星假吗 我们有上班吗 寿星假 我们没有拍 我们没有拍通告 我们通常都没有 没有所谓的寿星假 因为我昨天看了一家通告表 我突然感觉2月15号 空白 我们通常是没有说2月15号 或他的5月13号 不能排通告 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子 有排就上班 没有排就没有排这样子 那我预计怎么过 我也没有准备要做什么 你要怎么过 你要怎么过 好好过 好啦 OK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好地过 对对对 你要怎么唱 我要好好地唱 对对对